好同学们我们把第五章的第二节投资项目评价方法就学完了 在第五章开篇介绍本章的节的结构的时候 我们也说过要评价项目是否可行 我们首先应该是估计项目的现金流量的 现金流量呢是这个项目的样子的呈现 是我们评价项目是否可行的一个依据 或者说现金流量就是我们评价的对象 然后接着呢是第四节我们要选择评价项目的折现率 有了现金流量有了折现率了 就能用我们第二节学过的评价方法来评价 独立项目是否可行或者互持项目 有种选用应该选择哪一个 那按照教材的顺序 我们已经把第二节评价方法学习完了 接下来要看一下第三节投资项目现金流量的估计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项目现金流量的构成 我们根据项目计算器划分出的两阶段 然后项目的寿命期末又在二阶段的最后一年 根据时间上的一个划分 然后来看建设器现金流 经营器现金流和终结点的现金流 因为这三个时间特征上的现金流 呈现出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然后接着呢是现金流的估计方法 构成有了估计方法里面介绍影响因素 另外呢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应对考试的关键技术 我觉得这个公式和列表法两种方法下的这个总结 是有助于同学们在做大题计算题综合题 因为每一个信息你都要考虑进来 这是我们这个估计项目现金流的一些必要条件 所以我给大家做了公式和列表 就像一个检查单一样 检查题目当中的信息 你是不是都考虑全面了 然后呢我们以例年真题为例 来看一下现金流的估计 那因为已经学了评价方法了 所以现金流估计完以后 我们就把第二节学过的评价方法也拿过来 来评价一下我们估计的现金流 然后来看这个项目的这些指标 以此得出评价的结论 所以举例时有新建项目 然后有更新项目 新建项目里面有独立的 有互斥的 更新项目呢 那本来就是互斥的 所以这是第三节里面我们的任务 学习第三节之前再强调一下 曾经预课班里面说过的一件事 那财务管理章中很重要的概念是现金流量 所以同学们要做财务管理的决策 要做一个见谦眼开的人 看到钱流入流出 这就是我们决策的依据 那么现金流和会计上的 这个费用收入的区别在于 会计依据的是全责发生制 而财务管理呢 现金流其实是一种收付的实现制 举个例子 比如说50万买一个固定资产 使用5年期末无残值 用直线法呢 计题折旧 比如说按5年折旧 在会计的眼里 我就是得把这个50万 根据跨期摊配的原则 也就是计题折旧 将其体现为5年的费用 比如说呢 我按照5年计题折旧 那么每年都有一个10万的费用 如果呢 我按两年折旧 那每年有25万的费用 所以呢 在会计的眼里 零时点买了一个50万的固定资产 在他的眼里啊 就是未来各期间的费用 因为固定资产是一个资产 是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资源 那如果这个固定资产用5年 能带来5年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所以我要把固定资产 当成是5年的费用 和他将来带来的流入 建立起一种匹配关系 所以会计呢 依据全责发生制 要对固定资产既提折旧 但在老板的眼里要决策 这个50万的固定资产买 还是不买呢 所以呢 就格外关注现金流量 那零时点呢 买50万的固定资产 流出了50万 表现为现金流负50 那12345这5年 假设呢 咱们会计都提了10万的折旧 那税法上 当然提折旧呢 在我们财管当中啊 都是要依据税法的 法可比准则大 假设这个会计提折旧 也是依据税法的要求 按照五年直线法计提的 那么每年有10万的折旧 就能让我们少交2.5万的税 因为折旧体现为费用 是税前劣支的 能抵税 那抵税呢 在财管当中 是作为一项流入的 你假设你没有考虑 这项固定资产 就交了税了 所以我就说 哎你这个固定资产 有折旧的呀 折旧这个10万的费用 能让你少交税 你看你交多了 然后那抵的这个2万5的税 你不用交的呀 假设把这2万5还你了 你就把它当成流入 当然我这是举 不恰当的例子 来告诉你 抵税是现金流入啊 你把抵税作为流入这件事 你记住 所以呢我们要决策啊 这个固定资产 这个投还是不投 在老板的眼里 这个固定资产 与之相关的现金流 付50 然后还有连续5年 每年的折旧 有同学说 那你会计确认为费用 他也是抵税 他也会有税后费用一说呀 但是在会计的眼里呢 我拿来50万的资产 就看到的就是 5年每年10万的费用 但在老板的眼里 马上就是付50 未来的5年 2.5的抵税现金流入 所以这是一个 依据现金流来进行 决策的一个技术 就是财务管理 而会计是事后 依据全责发生之的 一种反应啊 所以在第五章 开片的时候 我说你要决策代入 学第五章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 当成是大boss 大老板啊 不要把你当成 记账的会计啊 你要着眼于我站在 事前决策 这件事情做好 还是不做好 不要把自己 当成事后的反应 说这件事 我如何在特定主体的 财务报表当中 把它反映出来 所以呢 财管跟会计的 职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 投资项目 现金流量的构成 在投资决策当中 现金流量呢 通常是指现金 净流量 注意用NCF表示 N是Net 是净 C呢 是开始 是现金 F呢 是Flow 是流量 净现金流量 也叫现金 净流量 讲的是税后 因为所得税 是真实存在 所以现金流量 我们要调整为税后 而且呢 投项目就有这个 现金流不投就没有 所以这是因为 投项目而带来的 增量现金流量 那不投项目 企业原有的 现金流量 跟我们这个项目 没有关系 所以要决策 项目是否可行 是看项目所带来的 增量的现金净流量 这里是净 每个时间点 都有流入流出 因为项目就有了 增加的流入 或者呢 增加的各项流出 每个时间点上 流入减流出 表现为现金净流量 现在呢 给同学们看一个 时间轴 这个时间轴呢 在介绍评价指标之前 咱们也见过 一个项目的经济寿命期 由建设期加经营期组成 建设期的起点 也就是整个项目的起点 叫建设期点 建设期结束的日子 叫投产日 一投产就进入到营业期了 然后终结期 其实呢 它时间非常短 我们可以把它叫成终结点 它也不是营业期结束以后 专门再拿出来一年去终结的 它往往就叠加在营业期的 最后一年 也就是最后一年 该营业还营业 营业完事 以后一秒钟 咱们把这项目就给终结了 所以终结期很短 叫终结点 叠加在营业期的最后一年 要说的是 企业都是 企业按组织形式 分为个人合伙和公司制 说公司制理论上是永续存在的 这也是我们第一章里面强调过的 一个前提 公司永续存在 但是所有的项目都是有寿命期的 一个项目有起点 有终结点 一个项目呢 理论上讲不会永续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一个无限寿命的公司 是由若干个 有限寿命的项目组成的 所以这个项目都有终结的那一天 我记得我前两年上网课 我说项目都有终结的一天 然后有个同学说 突然觉得好想流泪 好心酸 一个项目就结束了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就劝他 只要心够花 心就不会痛 项目结束了 就再来一个项目 所以其实呢 一个企业也是不断的新项目 去代替旧项目的 就像苹果公司的项目 苹果4 苹果5 苹果6 7 8 9 10 项目在不断的更替 不断的在升级 只是呢 现在 按照现在的这种经济条件 这个项目的经济寿命期 其实是越来越短的 我之前还跟同学分享故事呢 然后我母亲戴了一块梅花手表 在我出生以前就有了 那到现在已经都40多年了 然后还走得好好的 但我前阵子也买了一个表 戴了一两年就坏了 实际上现在的这个产品的周期 其实也就代表了项目的周期 其实是在缩短的 再举个例子 我们家呢 十几年前买过一个电压力锅 不瞒大家说就是老板牌的 然后这个压力锅质量特别好 然后我真的用了要10年啊 然后有一天也是我自己操作不当 通着电 还夹着热 把盖放上去 把盖给烤变形了 然后就没办法用了 我就直奔商店去就还想买一个同款的 像冰壶一样装的一个电压力锅 找到了这个老板的这个柜台 然后银员跟我说了句什么 说我们早就不做压力锅了 因为我们的压力锅质量太好了 别人买了以后就用不坏 所以也不回来买 它的这个周转的就会很慢 我们现在就不做了 你到隔壁去看吧 现在各种智能压力锅可多了 样子都很好看 你去买吧 然后我从上一个压力锅坏了以后 到现在平均两年换一个 就是外壳再鲜美亮丽 然后再什么智能 然后都感觉就用不住了 所以这其实呢 也是企业加速周转 然后项目不断更新替代 它设计的这个产品的寿命 它也不会是像我妈那个梅花手表一样 那么久的时间 然后都走得好好的 可能像这个产品在设计时 就已经决定了 这个项目的生命周期了 那这是题外话 但是同学要知道的就是 我们研究的项目 以及考题当中的项目 都是有个有限的寿命期的 我们在一个项目 完整的寿命期内 它是有限的 然后来评估它的现金流量 以现金流量为对象 来评价这个项目 是不是能够增加股东的财富 所以这个时间轴 项目计算期的划分 决定了我们接下来 现金流量的估计 因为建设期的现金流量 经营期的现金流量 和终结期的现金流量 将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咱们教材上 做了这样的分类 就是项目建设期的现金流量 要注意不止零时点 如果建设期有一年 那就零和一两个时间点 建设期有两年 那就零一二三个时间点 然后经营期的现金流量 那建设期呢 主要表现为现金流出 因为在搞建设嘛 经营期呢 就是买材料生产产品 把产品给卖掉了 有流入有流出 是跟经营有关的现金流量 在我们书上第三个分类 叫寿命期末 其实也就是终结期 然后我说这个终结期特别短 所以你叫终结点也没有问题 是叠加在营业期的最后一年的 那寿命期末呢 固定资产残值要回收吧 电池的盈喻资本要回收吧 所以呢终结期一般表现为 回收表现为现金的流入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以下内容呢 我就基于教材做了补充和扩展 开篇也说 第五章有难度 历年的考试情况 考试的题目的难度 是大于教材的呈现的 所以呢希望同学们 还是这张以讲义为主 以真题为主 根据教材呢 有这么三个标题 项目建设的期现金流量 经营期现金流量 和寿命期末现金流量 所以我们按这个标题 一个一个的来 先说说建设期的现金流 建设期呢 搞建设嘛 得把项目先建起来呀 这个阶段的特点呢 主要是现金流出量 你想想老板 你现在呢 要去建一个项目了 你在建设期 都有哪些现金流出量呀 那你可能会购置固定资产 购置固定资产 新建厂房 购置设备 你可能会买专利技术 或者土地使用权 有无形资产 你可能在建设的期间 有各种开办费 可能涉及到 长期待摊费用 然后在项目啊 这个建设完成的时候 你是需要 电汁营运资本的 电汁的营运资本以后呢 才能进入到营业期 营运资本呢 是买材料 生产出产品 产品卖掉 钱又收回来以后 再电汁 再去买材料 营运资本呢 是每一年 会完成一次循环 但是不断地 在循环电汁的 你要固定资产呢 是电汁以后 项目终结期才收回 它的变现的时间 比较长 周转的慢 营运资本呢 是每年去循环 和周转一次 有同学说 你把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单费用 这个都投进去 项目不就建成了吗 就理解不了 营运资本 这营运资本 你怎么去理解呢 比如说 有同学说 这个我建个 大超市吧 然后我现在把地买好 房子买好 货架安好 汽车什么的 都安排好了 然后特许经营费 也交了 我要加某某连锁的 著名的超市 你全弄好了 营运资本是干啥的 现在货架是空着的呀 你不需要去进货吗 所以营运资本呢 其实就是 货物最初 需要电池的那笔资金 然后这个超市呢 越干越大了 以后营业规模 也增大了 但是在后续经营期 你赚了钱以后 又能投入到后续的 年份的营运资本的电池 但是你第一年启动时 是需要一笔营运资本的 这个营运资本呢 是在建设期 就要准备好的 一个资本 也就是建设期的 这些投资 其实都是长期投资 要配合它的 发股啊 发债 得把建设期的 这些投入的资金 要准备好 这些资金里 包括了 这个厂房设备 等固定资产 包括了刚才说的 加盟费啊 专利费等无形资产 还有一些开办费 等长期的 带摊费用 然后包括了 初始电制的这部分 营运资本 往往在建设期期末去垫 有同学说 我就不开超市 我开小卖铺 然后 我就自己家里 开的小卖铺 也没有啥固定资产支出 然后我进货 都是跟供应商打电话 供应商就把货进来了 然后呢 这个 我卖了东西以后 才给他钱 你说我是不是 就不用电营运资本了 我利用供应商信用就行了 那也不一定 你说今天 我就拿着现金去了 我就想买三块钱的糖 我给你一百块 你倒是找我呀 所以日常的这些支付 其实都是属于 营运资本的范畴的 然后呢 还有可能有机会成本 比如说这个房子 我正准没卖呢 正好现在项目 能用这个房子 你就失去了 把房子往外卖的机会 本来这个房子往外卖 最终税后现金流是一百万 结果我要用这房子了 这一百万得不到了 那所以呢 这一百万 其实就作为一项 原始投资的内容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顺着这个标题 把这四项的构成 含义 以及呢 在规划现金流时 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如何应对考试 考试的套路 都和同学们说说 按照这些标题来 我们先说第一个 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 购置固定资产支出 第一项是 新购置固定资产支出 注意啊 我后面呢 有一个括号 有一个符号 讲的就是 现金流的方向 以买固定资产 表现为现金流出 所以买固定资产 一百万 作为现金流量 那就是负一百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估计建设期的 现金流量 流量就有方向的 正号是流入 负号是流出 所以我们要标正负 表明是流入还是流出 因为你现在估计的是 现金流量 所以买固定资产的支出 是一百万 但作为现金流量 就是负一百 另外还有额外的资本支出 比如说买固定资产的 运输费 安装费 调试费等等 这在会计上就是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之前的所有支出 都要记入到 固定资产的成本 所以以负号表示 这也是流出 其实也就记到 固定资产的原值当中了 那一般情况下 初始阶段中 固定资产的原始投资 在年内一次性投入 比如说买设备 那如果原始投资 不是一次性投的呢 比如说呢 我是不是购买 形成的固定资产 而是自行建造 形成的固定资产 它就有一个建设期的 那我可能零年呢 投了100万 在零时点 第一年呢 又投了50万 那么在不同年份 形成的这个固定资产的支出 应该把它归到 不同年份当中 因为现金流都有时间点的 在最早学货币时间价值的时候 就跟同学说过 要养成好习惯 划时间轴 因为现金流量 你要看清楚 它是哪个时间点 这里-100-50 分别是零时点和一时点 所发生的 那在营业期 还有可能啊 发生投资实施后 固定资产性能的改良支出 这属于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也就是在营业期 可能也会有一些资本支出的 我做过一些项目的 可行性的研究报告 有铁厂呀 什么跟悬矿有关的 然后我02年到06年 我在西安交大读书 当时呢 有幸啊 这个参与了我导师 布置给我的项目 来计算下西安海洋馆的 可行性的研究报告 呃 然后在起初调研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长见识 我觉得我也像个 呃 书呆子一样 然后这个 一直念书 呃 我经常跟同学 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说我三岁上幼儿园 一口气博士毕业 28岁 我中间也没有工作过 就一直本科毕业就考研 研究生毕业就上博士 然后这个本科呢 我是学审计的 然后研究生学财务管理 然后上了博士嘛 就分的研究方向 就比较细了 但是大类还算是会计 每天把这本书 然后我脑海里面的 固定资产是什么呀 就书上写的 房子 机器设备 也不知道那机器设备 长啥样 想的可能就是一个大铁块吧 因为长期读书就觉得 这个机器设备 固定资产就是机器设备 好就好像人有惯性思维 就好像我说 你想个菜 你想个白菜 我说想个水果 你就想苹果 想个工具 你就想锤子 让我想个固定资产 我就是个机器设备 然后我去做海洋馆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候 起初调研就发现在海洋馆 他们把鲨鱼呀 海豚呀都做固定资产 然后在营业期 还要集体折旧 那折旧嘛 就是鲨鱼海豚的费用 要跨期摊配的 但是呢 那个训受是就说 你买海豚 跟买机器设备也不一样 你还得观察 你得选那种性格 外向活泼的 爱表现的那种海豚 好教 教完他也愿意演 你要选那种 很佛性的 很懒的那种 他也不爱表演 就相处起来也比较困难 所以听听也很有意思 那你说一个鲨鱼海豚 买来了 也是根据 这个鲨鱼海豚的寿命 然后呢 日后要记题折旧的 那你说如果经营期 如果鲨鱼和海豚死亡了 怎么办 所以在经营期 也有后续的固定资产支出 为了维持正常的运营 再比如说 你像这种油田上 打紧的钻头 它都价值很高 是要做固定资产的 但是一损耗 可能一两年就坏了 所以在营业期 我都还要再进行 固定资产的一个 资本的支出 你像刚才海洋馆也是 一千万买了那么多的鱼 每年都要补充10% 因为呢 鱼会有些会死的 那这也存在一个 后续的固定资产的支出 那我们现在呢 在建设期 看固定资产支出时 它是属于原始投资 而在经营期 如果还有固定资产支出 那就属于经营期的资本支出 它是要纳入 实体现金流的计算的 同学还记得吗 实体现金流的计算公式 营业现金 毛流量 减去经营营运资本 再减去资本支出 所以这是实体现金流 这是发生在营业期的 所以营业期的资本支出 进入到营业期的现金流 我们这里讲的是 建设期的固定资产 才进入到原始投资 所谓原始两个字 就是建设期发生的投资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 在考题当中长啥样子 那我会把真题的片段 拿过来 先让你感受一下 这是21年的综合题 甲公司是一家 电子器件的制造企业 要投资新产品现了 相关资料如下 说生产线要投5000万 其中固定资产是4000万 还要电营运资本1000万 都在21年末支付 然后固定资产按直线法 折旧 折旧年限是4年 无残值 4年以后变现价值为零 你以后在考试题当中 只要看到固定资产 题目当中一定会告诉你 税法规定 它是如何折旧的 因为这将影响到 以后各期折旧 抵税的现金流量问题 以及会影响到固定资产 在项目终结点处置的 余值的回收问题 你看这是2016年 甲公司主营业务是 一拉罐的生产销售 现在要有一个智能化的 一拉罐生产线了 建设期一年 17年底建设就完成了 16年底开始建设 18年1月1号开始投入使用 生产线购置成本是4000万 项目持续三年 但是税法规定折旧四年 也就是三年以后 固定资产的账面上的价值 是原值减去三年的累计折旧 账上还留着个 一年的折旧费和残值呢 然后呢税法规定 按直线法折旧 还告诉你 等到项目终结的时候 不管账面价值是多少 到市场上变现 有1800万 这都是以后在题目当中 你会看到的固定资产的资料 原值是多少 按税法规定多长时间折旧 按照一般都是直线法去折旧 然后期末处置的时候 能卖多少钱 好这是固定资产啊 接下来呢 我们说说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 那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 处理的时候和固定资产的原则是相同的 只要把投资10点搞清楚就好了 比如说我零时点买了固定资产 那一年末 可能我付了加盟费啊 或者买了专利技术啊 那你要把这个无形资产的投资支出 作为第一年的现金流出量 所以注意时间点啊 给大家看看真题的样子 21年的计算题 无形资产是特许使用权 生物制药公司21年末建了个生产线 其中有一栋厂房 一套生产设备 一项特许使用权啊 然后特许使用权 一次性要支付3000万 使用三年啊 平均年限法进行摊销无残值 一般的设计无形资产呀 涉及到长期待摊费用啊 都是期末无残值 一般都是在项目的期限内去 直线法来摊销的 你看21年啊 有这个初始投资里面包含了特许使用权 18年无形资产里面是有个专利技术 项目需要厂房设备专利技术 专利费8000万 18年末一次性支付期限4年 然后这个专利费呢 平均摊销所得税前扣除啊 这个摊销费 你看14年是许可费 啊跟甲公司和A公园谈判了 一次性支付给A公园许可费700万 税法规定五年内摊销 期满无残值 12年啊 是长期待摊费用 这个长期待摊费用呢 是一个叫初始加盟费 一个是装修费啊 甲公司要加盟一个著名的酒店了 然后初始加盟费呢 按照客房数量收取 一共120间房 每间房呢 收3000元 一次性支付啊 这是加盟费 另外甲公司还要给这个酒店去装修 去改造啊 一共支出了600万 这个600万并不是说形成了固定资产 所以在会计上呢 有时候装修 我们也可以把它确认为固定资产的 但是呢 你看这个题目就说 上述支出按8年摊销 啊就说明呢 这个初始加盟费啊 装修费 都作为长期待摊费用 去处理了期末无残值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说说电支的营运资本 呃 营运资本 是指啊 项目建成以后 啊 为了有生产能力 然后呢 在建设期期末电支的啊 一项内容 它的含义是 在营业期会追加的流动资产的扩大量 与结算的流动性负债的 扩大量的一个净差额 你比如说我项目建成了 我是我是一个这个这个超市 我第一年 呃 我需要啊 购置啊 各项我要卖的这个商品 比如说有100万 呃 然后利用供应商的信用呢 有50万 也就是企业需要自己电支50万 啊 因为这个50万的供应商是滚动存续的一项流动负债 那么这50万的营运资本呢 你肯定在超市开业之前 你得要准备好吧 然后50万呢 电支到流动资产里 还有50万利用供应商的信用 那你就有100万的货不就能够开张了吗 所以营运资本的概念是 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这个我们在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 也见过这个概念 注意一下营运资本的规律 记住啊 营运资本的第一次电支 一般在建设期末 你比如说一个项目 建设期有两年012 我在前面零年买地 建房子 买设备等等这个过程中 是不需要电支营运资本的 因为还没有开张 所以你早电了也没用 往往是在建设期期末 电支营运资本 然后因为呢 马上进入第三年就要开始营业了 所以第一次电支发生在建设期末 然后营业期呢 根据需要会追加的 以后的规模越来越大 需要电支营运资本越来越多了 那我在营业期去追加 然后我所有的电支数 在期末是全额回收的 这个项目最终不干了 那营运资本是电支循环回收 电支回收循环 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项目最终不干了 把营运资本收回来 那营运资本的投资10点 往往就是上期期末电支 已被当期使用 第三年需要营运资本了 你在二年末要给它准备好 那电支的营运资本考试 是怎么考的呢 在这里跟同学说一下 如果是拿明示讲义听课的同学 那此处呢 我有修改升级 输出去以后呢 我又想了想 我把历年真题营运资本 怎么考的做了一个统计 然后营运资本的举例呢 直接就拿真题举例了 所以就这一小块内容 我现在的讲义和明示讲义呢 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跟同学们说个抱歉 看看同学根据需要 看是不是自己做一个补充的笔记 那电支的营运资本的考试形式 有三种 第一种呢 就是建设期末电支一笔 营业期也不追加了 等到项目终结期一次回收 具体表现有2021年计算体 2020年计算体 18年计算体 09年计算体 还有2012的综合体 都是这种简单的 一次在建设期期末电支 然后终结点回收 一笔流出 一笔流入 第二种考法是 营运资本与营业收入存在函数关系 除了21年 以前年度的函数关系都是 营运资本就是营业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 21年呢 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考试方式 营运资本呢 是一个固定数 再加上当年营业收入一定的百分比 这个营运资本 呈现出了一个 我们曾经讲的这种半变动成本 有一个固定数 然后另外呢 营业收入的20%是变动的部分 那么我呢 每一年的营运资本 都是当年的营业收入的函数 那么当年的营运资本的投资数是什么呀 是年末营运资本减去年初营运资本 我等会会举例子的啊 比如说当年营业收入的20% 需要200万的营运资本 但是呢 之前已经垫置了150万了 所以为了应对本年的200万 我在年初再垫50万就够了 加上曾经垫置的150万 合起来200万就够本年的使用了 然后第三种考法 在15年的综合体 以及09年的计算体当中 出现过一种啊 先退出后返还的样子 就是这个营运资本呢 暂时用不着了 因为替代效应就退出来了 等到替代效应消失 也就是项目终结的时候 也就没有这个替代效应了 咱们再把营运资本返回去 恢复原来项目所需的营运资本的需要 所以呢 第一种情况是流出终结点流入 而这种情况呢 是建设期期末 先流入退出来 等到项目不干的时候呢 再流出再返还 有这三种形式 所以下面呢 我先插入一个小专题 来讲讲电汁的营运资本 第一种 刚才说啊 建设期末电汁一笔 然后项目终结期一次回收的 社考年份 21-2018-09和2012的综合体 我们来看一下例题22 这是20年的第二套试卷当中的样子 就是最简单的这种建设期末电汁一笔 然后终结期回收的 你看甲公司啊 这个什么中低单的家电生产企业 2020年末 有一个高端家电生产线 期限五年 项目需要营运资本五百万 2020年末一次性投入 终结是回收 所以营运资本的电汁啊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现金流量嘛 在2020年年末 作为现金流出五百万 表现为现金流量-500 等到2025年项目终结的时候 回收了正五百 现金流量又表现为流入了啊 所以是建设期末流出 然后终结点呢 再流入再回收 好 第二种啊 营运资本的考试方法是 营运资本与营业收入存在函数关系啊 表现为2021年的计算题 以及16151411年的综合题 第一种函数关系 2016 151411年啊 这四年的综合题都是第一种函数关系 就是营运资本呀是营业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啊 往往题目当中说 营运资本占营业收入的 比如说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第二种考法是2021年的 首次出现的考法 以前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考过啊 营运资本呢是一个固定数 再加上当年营业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 我等会儿给同学们看啊 呃 我把每一年的营运资本都算出来 但是并不是当年营运资本的投资数 因为以前年度电制的营运资本 在以后年度还是周而复始在循环使用 所以啊 某一年营运资本的需要数 是年末营运资本减去年初营运资本 当年营运资本的增量 然后才是营运资本的投资数 好 我们看例子啊 我会以16年的例子来举第一种情况 21年的例子呢 我举第二种情况 16年的综合题啊 14年11年都是类似的 甲公司是这个上市公司啊 生产一拉罐的 呃 现在呢 增加了一个智能化一拉罐的生产线 我也没想通 这一拉罐能有啥智能化 不就是一抠 然后那个口开了就能喝吗 那智能化是啥意思呢 吹口气这个饮料就能喝了 智能化的一拉罐的生产线 呃 如果项目可行 16年年底啊 开始投资建设 然后建设期一年 项目在17年 12月31号就完成建设了 18年1月1号投入使用 然后说呢 该项目的营运资本占 销售收入的20% 电池的营运资本在 运营年度的上年末投入 最后项目终结时全部回收 好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2016年末开始建设 2017年末就建成了 在建设期是不会有营业收入的 也是不需要营运资本的 那么在2018年 他这个 呃 我前面没跟你说资料 呃 这个12,12600,13230 你就把它想成是那个销量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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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是不变的单价 所以销量乘以单价呢 就把18年 19年 20年的营业收入就算出来了 那表格很多项的哈 后面你就见了市面了 我现在就给你看这四行 那每年需要的营运资本 是营业收入的20% 所以18年呢 需要6000的20% 就是1200 19年呢 需要1260 20年呢 需要1323 但并不是说需要多少 就年初要电池多少 你2018年需要1200 那么在建设期期末 第一次电池1200 以应对18年营运的需要 2019年需要1260的营运资本 但是曾经电了1200 还在循环往复使用 1200还在 所以呢 在18年末 只要追加电池60万 加上原来的1200 就够2019年周转使用了 2020年需要1323 但是曾经已经电池了 一共1260的营运资本 所以我在19年末 再追加电池63万 合起来1323就够20年使用了 20年年末项目终结了 前期电池的营运资本是 1260和63 合计1323全部回收 所以呢 17年18年19年末 这三个时间点表示 营运资本的电池是流出 然后2020年年末 营运资本回收表现为流入 好 接下来呢 立体23的第二款 我没有编立体24 为了不破坏明示讲义 后续立体的编号 所以现在呢 第一款第二款 第二款呢 是2021年的计算题 那该项目需要占用的营运资本 与营业收入的函数关系是 200万加营业收入的20% 新增的营运资本 在年初投入 项目结束时 全部收回 你看啊 22年年末的 营业收入 6000 23年7000 24年7000 那每一年的营运资本的需要量 22年呢 就是200的固定数 再加上600乘以20% 等于1400 23年呢 是200加上7000乘以20% 等于1600 24年呢 是也是7000的话 它也是1600 那么前一年年末要准备好 21年年末 我要准备好1400 以应对22年周转的需要 23年需要1600吧 它已经垫了1400了呀 所以再追加垫值200万就够了 23年末就不用垫值了 因为24年需要1600 那么23年以前 已经累计垫值了1600的营运资本了 所以呢 23年末不需要再垫值 然后等到24年末啊 把曾经垫值的营运资本 全部全额回收 在2024年年末 好 第三种啊 营运资本的考试套路是 特殊考法 先退出后返还 也就是表现为先流入 然后再流出 也是两个时间点啊 一般在投产前 然后退出来 因为这个项目一投产 有了替代效应了 替代效应的话 会导致其他项目 用不了这么多的营运资本了 所以就退出来了 然后等到项目终结的时候 替代效应消失了 然后这项目呢 因为停止了 那么原来项目营运资本的需要额 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又增加了 所以呢 该项目结束时 然后这个营运资本呢 再返还回去 就表现为流出 所以我们在评价项目的时候 都是评价 该项目的相关现金流量 你要没有这个项目 不存在替代效应 也就不存在原来 营运资本的退出返还问题 但就因为有了这个项目 才导致了其他项目的 营运资本 退出返还 所以呢 是项目的相关现金流量 我们看一下 例题24第一款 第二款啊 分别是15年的综合题 和09年的综合题啊 只用了一个题号 为的是后面的例题顺序 和明时讲义保持一致 我们先看一下 例题24第一款啊 这是2015年的综合题 假公司要投产智能手机了 现在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 说如果可行的话 该项目呢 是16年初投产 预计智能产品三年以后 在18年末就停产了 项目持续三年 智能产品的售价3000元 16年呢 卖10万部 销量以后每年增长10% 然后就说 由于替代效应 智能产品对当前产品啊 会有这种 替代效应的 当前产品16年 销量下降了1.5万部 以后继续下降 下降的销量 按照每年10%去增长 18年末 智能产品停产以后 替代效应就消失了 那19年呢 当前产品又恢复生产 又恢复到曾经的水平了 那营运资本呢 退出来的 你有得要给人补回去了 当前产品售价1600 单位变动成本1200 说营运资本呢 是销售收入的20% 智能产品项目 电支的营运资本 都是在各年年初投入 项目终结时收回 减少的当前产品的营运资本 你看 替代效应 当前产品营运资本 需要不了那么多了 在各年年初收回 等到智能产品结束时 再重新投入 啥个意思呢 你看 当前的智能产品的销售收入 销量乘以单价 销量每年增加10% 16 17 18年末 这三个时间点的销售收入 是3万 333和36300 当前产品减少的收入 是16年减少的 这个销售量乘以单价 16年减少了 当前产品的收入2400 以后每年都在上一年的基础上 减少量会增加10% 所以17年的收入减少2640 18年的收入减少2904 那么相关的收入 是智能产品的收入 减去替代效应 而减少的其他产品的收入 所以相关收入 二者相减以后计算出结果 然后乘以20% 就是每年需要的营运资本 每年需要的营运资本 不等于每年需要 投入的营运资本 2016年需要5520 那你15年末得准备好5520 以应对2016年的需要 17年需要6072 那么我只要在16年末 电汁552就好了 因为曾经电汁的5520 还能在17年循环使用 追加电汁552以后 这两个数字加起来 就是6072 18年末需要营运资本 6679.2 我在17年末呢 去追加一个607.2就够了 加上原来电汁的6072 就够18年的使用了 好 然后呢 我15年末 16年末 17年末 电汁营运资本 追加电汁 追加电汁 18年末不干了 所有的营运资本 全部回收 所以这三项 营运资本的电汁数 合计就是6679.2 这是营运资本的回收 这是在规划 每年的现金流 把现金流规划好了 后面就用评价指标 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去评价它了 如果呢 我把15年的题拆拆开来 有人说 我怎么看不出来 这个先退出后返还呀 实际上我们是把 这个产品的收入 和替代收入合起来 根据相关收入 一次兴趣算 营运资本了 我把这个表格拆拆开 你就能看懂了 它退出返还的意思了 我们先看蓝色的部分 这是智能产品的收入 三万三万三 三六三零零 乘以百分之二十 计算每年所需要的 营运资本 那么电支数 2015年末电支六千 2016年末再电支六百 就够17年六千六的使用了 然后17年末再追加六百六十 那就一共电了7260 就供18年使用了 然后等到智能产品结束时 三笔营运资本的电支 在18年末全额回收 我们再去看 当前产品减少的收入 16年减少了2400 17年减少了2640 18年减少了2904 那么各年因为销售收入的减少 不需要的营运资本 16年是480 17年是528 18年是580.8 因此在15年末退出来480 因为16年不需要这480了 那么17年一共不需要528 你再退出来48就好了 因为曾经已经拿出来480了 480加48就是528 17年末再退出52.8 52.8 48 1848合起来那就是18年不需要的这个580.8 这三笔都是在当年的前一年的年末退出来 因为不需要这么多营运资本 但等到18年末智能产品这个生产线项目就结束了 原来的产品也就是当前产品又恢复到曾经的水平 这个580.8你得再电汇回去 因为接下来19年20年这个当前产品项目还存在还是需要这些营运资本的 所以就是因为有了智能产品才暂时导致营运资本先退出再返还 这是和智能产品相关的替代效应而产生的现金流量 也是项目相关的现金流量 所以呢我分分开从粉色的部分你就能看到退出退出退出 表现为流入退出项目吗 不需要就是流入 然后返还回去继续电汁了就是流出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智能产品的电汁和回收 营运资本的和当前产品营运资本的退出和返还合计起来 就是刚才的营运资本的投资数和收回数的结果 好第二款看一下09年的这道题目 09年呢是说必公司生产一个产品 该产品啊市销期还有六年 六年以后就要停产了 说目前生产该产品的设备已经用了五年了 比较成就 所以呢我想想要不要买一个新设备啊 新设备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与现有设备都是一样的 但新设备啊购置成本高 要花很多的钱去买它 但是运行成本低 因为运行效率提高了 就会减少半成品存或占用资金一万五 依据以上信息呢 我们要算算更换新设备的流出总限值 注意啊这也是我们后面要讲的一个决策方法 可能同学现在有点反应不过来 我们算的不是现金流量的净限值 我们只算流出的总限值 如果算流出总限值的话 那就流出为正啊流入为负 比如说问你你今年流 你这个月流出了多少现金呀 那说的是你花了多少钱呀 花了两千这是流出 但是你还流入了一百呀 就抵减了流出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以流出为决策目标 流出为正流入为负 那么现在呢新设备啊运行效率减少了存货的资金占用啊 所以有一个流入一千五 就会抵减流出的 我们现在是在算流出总限值 那零时点呢少占用营运资金 这是一项流入啊 这个流入抵减流出了啊 流入呢为负啊 流出为正 所以零时点呢 这是负流出其实就是个流入 然后呢等到项目终结的时候 我再把啊营运资本返还回去 要重新垫置这是流出啊 所以流出为正 总之呢这个营运资本也是先 其实本质上是先退出后返还的一个道理 那营运资本如果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那营运资金的现金流量之和是等于零的 也就是我不管是一期还是分期电支的 不管电支多少项目终结点全额回收 那我不管零时点退出来多少终结点全额返还 这就是营运资本的一个特点 下面说一个重要的概念啊 翘黑板翘黑板翘黑板 2019年考题当中啊 涉及到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好多同学分不清楚 请你注意啊 2019年真体里面出现了一个运营成本 好多人就把它当成营运资本了 注意啊这是成本 成本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成本是利润表项目 是税前劣支的 是抵税的 所以我们计算现金流量的时候 要看税后的运营成本 运营成本也是负现的嘛 啊所以这是利润表项目 你要考虑对所得税的影响 作为现金流量 它是税后的现金流量 而营运资本 这两个字是资本是资本 营运资本根本就不是现金流量表的项目 营运资本是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这是资产负债表项目 那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都不影响所得税的 所以我们前期营运资本的电质啊 回收啊根本就 不考虑跟所得税的任何关系 营业现金流量 我们看营业收入 各项负现的 呃变动成本也好 固定成本也好 那都得要考虑啊 税后的收入 税后的负现费用 因为利润表项目跟所得税有关 而营运资本是资产负债表项目 和所得税没有关系 所以看清楚是成本还是资本 不要看到运营啊 营运啊都当成一件事啊 但成本和资本是两码事 你看这是19年那道题目 咱们后面还会见到这道题的全貌 我现在只是在讲营运资本 把这个相关概念拉过来 让你区分一下 19年这道题就说 我为了增加产能呢 我就要添置一台设备 设备不用安装 临时点购买时花个300万 然后呢这个设备啊 呃要确定经济寿命了 然后呢把它相关的运行成本 就告诉你了 那20年的运行成本是90 21年的运行成本是100 22年的运行成本是150 这叫运行成本 也叫运营成本 这个运行成本也好 运营成本也好 它挂了成本的两个字 这个本质就是费用 就是利润表项目 就是税前劣质的 它就能够啊抵税 然后你要计算现金流 要计算税后的 这个运行成本 而不是营运资本 营运资本是资产负债表项目哈 好然后我们把营运资本就说完了 接下来呢还有什么 可能包括的机会成本 可能包括的机会成本 主要是占有了原有的企业的资产 比如说土地厂房设备等等 你就想啊 原来的这个资产 它是能够变现的 比如说原来有个资产呢 能卖100万 这不就是一份流入吗 但你得到这个流入了吗 没有呀 因为你项目占用了这项资产了 资产就失去了变现的机会 而这项流入没有得到 也就变成了这个项目的投资了 所以占用原资产的变现价值 表现为现金流出 前面加了负号了 也就是卖这个资产 能得到100万的流入 但你项目要用它了 不能卖了 得不到这个100万 不就相当于失去了100万吗 100万作为投资 另外还要考虑什么 变现损失抵税 以及呢 变现利得会交税 变现损失抵税是一项好处 抵税本来是流入 但是你现在没抵成税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把资产去变现 所以这个抵税的好处也得不到了 那前面加个负号 表示这是这个项目的投资 如果你变现有利得要交税 交税本来是流出 但是现在因为你这个设备不变现了 咱们项目要占用了 你也就没有去交这个税 这就变成省下的就是赚下的 就变成了为正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机会成本的道理 把道理想清楚 你正负号才不会把它给搞错 我现在再插入一个小专题 来讲讲固定资产处置的现金流量 那这个小专题特别有用 现在一个项目临时点 机会成本可能要用到这个知识点 然后后面我们新旧设备在更新决策时 然后这个旧设备在初始时需要用到这个知识点 终结需要用到这个知识点 然后新设备在终结时也需要用到这个知识点 然后我们后面就这个独立项目 在项目终结点的时候 处置固定资产也要用到这个知识点 所以这个知识点后面到处要用 咱们现在先做个小专题 你先把它给我搞明白 我呢先讲讲会计原理 还是一样的话 就是不懂会计的 现在听我讲会计原理 你可能会一团户 但不影响我后面还会给你理清楚 但是学过会计的同学 我现在讲会计原理 就特别有助于帮助你理解这个知识点 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没学过会计考财管的 那就现在顺便学一下嘛 这是最基本的初级会计的内容 固定资产处置的账务处理 我们在处置固定资产时 将账面价值要转入到固定资产清理 此时根本不涉及现金流量 曾经呢 我们固定资产增加时 借固定资产 每年提折旧时 待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就是固定资产的原值减去 累计折旧 折旧是个累计数 每年都在折旧 那现在要处置了 我们先从账面上 把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注销 那带固定资产 借累计折旧 那也许固定资产原值是100万 提了折旧50万了 目前账面价值就是50万 所以借累计折旧 带固定资产证明 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50 把这个50呢 转入固定资产清理 现在处在清理状态的 这个固定资产了 也就是这个固定资产啊 这个成本就是50 这个数字不太好 重举一下 固定资产原值100万 累计折旧40万 那么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60 这个60就是 此时要处置固定资产 它的成本是多少 这个会计分录里面 没有任何现金流量 接着呢 我固定资产往外卖 然后我就收到了 变价净收入 借银行存款 然后贷固定资产清理 此时这个银行存款 就是你实际卖固定资产 得到的现金流入 此时涉及了 第一个现金流量 就是银行存款 是卖固定资产的 变价净收入 那么接着 就这两个分路 咱们来比一比哈 比一比 第一个分路里 借方的这个固定资产清理啊 这是固定资产的成本价 在这个位置 那么第二个分路 收到变价净收入 这是卖固定资产的收入 收入和成本就比 哪个大哪个小 如果呢 我的收入大 成本小 那不就是处置利得吗 收入小 然后呢 成本大 这不就处置损失吗 总之此时此刻 你固定资产 是能够看到 此时是借方余额呀 还是贷方余额 那如果是贷方余额 就表现为 有处置的利得 那么你就借固定资产清理 转到营业外收入里了 转入营业外收入以后 你就需要交税了 要交税 营业外收入要交税 交税就是现金流出 交多少税呢 其实就是 刚才的变价净收入 收到的那个银行存款 减去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一个东西的收入减去成本 这是你的利得 然后乘以税率 也就是该营业外收入 涉及交的税 那如果是处置损失 刚才这两个分路一对比 固定资产清理是借方余额 表明处置损失 借方余额表明啥呀 成本大 但是你的变价净收入小吗 固定资产清理 不就有了借方余额了吗 那有借方余额时 我们放在贷方转出 把它转到 营业外支出里面 一旦进入营业外支出 这就是处置的损失了 损失就要抵税了 抵多少税呀 你账面价值大 变价净收入小 账面价值减去变价净收入 这就是你的处置损失 乘以税率 这就让你少交税 抵税呢 表现为像 现金流入 我们总结一下 固定资产处置的现金流量 变价净收入 把固定资产真的卖了 真金白银多少钱 装口袋里了 变价净收入 大于账面价值要交税 把交的税算出来 然后抵减了变价净收入 这是第一种 处置利得下 固定资产处置的现金流量 那处置损失下呢 那不管是损失还是利得 变价净收入 卖固定资产 卖了一笔钱 先装口袋里 那因为呢 变价净收入小于账面价值 所以表现为损失 损失是抵税的 这个损失乘以税率 抵的税 这是好处 作为一项流入 这两个式子 你仔细看一看 它的本质其实是相同的 本质是相同的 我们只要背 第一个式子就好了 减去交税 那如果呢 变价净收入小 账面价值大 括号里减下来的结果 不是说负的吗 括号外面也有个负号 负负就得正了 其实呢 就变成了变价净收入 加抵税了 所以只要背第一个公式 就可以了 变价净收入 大于账面价值 要交税 就表现为负号流出了 变价净收入 小于账面价值 是抵税 然后负负得正 就变成正号 抵税呢 就是现金的流入了 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 变价净收入 是需要交税的 你要算最后现金流量 所以我们一般都要 把收入调成是 税后的 这个收入 税后的现金流量 而账面价值 不是现金流量 就是账上已经有的 这个固定资产 但是呢 它是可以抵税的 抵税呢 作为现金流量 所以呢 固定资产 处置的现金流量 是两部分 一部分叫 变价净收入 要交税 一部分呢 叫账面价值 可抵税 那么变价收入 要交税 就是变价净收入 乘以一减税率 账面价值要抵税 就是加上 账面价值 乘以税率 其实你看看这个式子 就是刚才我们背的 那个一般公式的 一个推导嘛 变价净收入 乘以一 那就是变价净收入 再减去变价净收入 乘以税率 那把减号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 括号里不就是 变价净收入 减账面价值 乘以税率嘛 所以这个式子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 第一个式子 推导出来的 你看看 看看啊 变价净收入 减去变价净收入 然后乘以税率 减减得正 就加上账面价值 乘以税率 把这个个涂掉 那你变价净收入 减去变价净收入 乘以税率 不就是这里的 变价净收入 乘以一减税率嘛 然后再加账面价值 乘以税率 这就叫变价净收入 要交税 账面价值可抵税 但是我建议此处同学们 你们只要背 第一个公式就好了 就把第一个式子 记住就好了 你就这么想 变价净收入 卖了多少钱 装口袋里 然后变价净收入 减账面价值 为正 那就是处置利得 要交税 这里就是负号 变价净收入 减账面价值为负 那说明处置损失 那么 负负得正 其实就是要加上抵税了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总结一下 固定资产处置的现金流量 要注意 新建项目呢 在终结期处置 那新建项目在起点 如果占用原资产 也有可能设计这个问题 更新项目呢 在项目起点 终结点都要设置 那变价净收入 大于账面价值 有利得时 现金流量是 变价净收入减 变价净收入减 折余价值就是账面价值 然后乘以税率 如果有损失 处置损失要抵税的话 那就变价净收入 加上账面价值减 变价净收入 然后呢 去乘以税率 然后如果呢 变价净收入 就是账面价值 也不用交税 也不用抵税了 就一笔现金流量 变价净收入 我们看看具体的数字举例吧 假如某固定资产的 变价净收入是1万 到市场上真的卖了1万 但是呢 这个资产的账面价值 也就是累计折旧以后的 折余价值是8000 所得税率25% 那么处置这个固定资产的 现金流是啥呀 1万先装口袋里了 那1万减8000 你的变价收入 大于账面价值 是处置利得 交多少税压 乘以25% 交的税是抵减 你的变价净收入的 处置这项设备 你的现金流入是9500 而此时此刻我们讲什么 讲的是 如果咱们新建项目 要用这个资产 你这个资产还能去处置吗 你就不能了 就使得该资产 失去了处置的机会 你得不到9500了 所以该资产投资支出 表现为现金流出9500 好 下一种情况 变价净收入8000 折余价值1万 首先8000先装口袋里 1万的东西 你卖了8000 不就有处置损失损失 是抵税 抵税是流入吗 所以加抵税 那就1万减去8000 乘以25% 最后处置的现金流是8500 其中8000是变价收入 和500是抵税的流入 问题就是 如果咱们此时 新建项目需要用这个资产 你还能把它处置吗 那你就不能处置了呀 所以项目如果使用 这项资产的话 使资产失去了处置的机会 我们得不到这个8500了 就把8500作为 该项目的原始投资的内容 现金流出 8500表现为现金流出了 好 还有一种情况 变价净收入是1万 账面价值也是1万 那么你处置现金流量 就是1万装口袋里就好了 跟账面价值一样 也不用交税 也不用抵税 咱们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某新建项目 要使用该资产 这资产你还能处置 得到1万吗 不能了 资产失去了处置的机会 无法得到1万 那么该资产的投资支出 就是现金流量 表现为负的1万 我呢 就是个操心的人 我就怕你忘了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因为在计算账面价值的时候 我们新旧设备更新 教材上还出现了 年数总合法的 所以关于固定资产的 折旧方法 我不讲 但是我给你放在讲义里面 被查 因为我认为 你应该知道 二一个这是会计知识 我就不讲了 同学们 如果折旧方法搞不清楚的 自己补 因为财款当中是需要的 平均年限法 工作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数总合法 那我是默认你是学过的 然后我只是这里帮你啊 记一下公式 所以把知识点呢 给你放在这儿 给你看看啊 不讲啊 然后我们说说 刚才的那个情况 就是第四个情况啊 可能的机会成本 咱们新项目啊 在建设期要有现金流出 这个建设期 可能占用了原资产 那原资产本来要处置的呀 有流入 结果你不处置了 那么得不到的流入 就作为流出 所以就包括了 占用原资产的变现 变现价值 那个变价净收入 现在呢 就作为投资了 然后抵税是个好事 得不到了 作为投资的 投资了啊 然后这个 交税是个坏事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也 呃 不用交了啊 那省的就是赚的是个好事 就作为正好 所以写了个备注 如果在项目初始啊 占用了原资产 失去了处置机会 那原本处置的现金流量不能得到 根据机会成本的原理 做投资支出处理 现金流做方向相反 好 同学们来做课堂练习 三十六三十七 三十六题 一九年的单选题 年末 ABC公司正在考虑 啊 卖掉一台闲置设备 设备是八年前 以四万元买进来的 税法规定 折旧年限是十年 按直线法计题折旧 残制率百分之十 那已经提了折旧 二八八零零了 目前可以按照 一万元的价格卖出去 如果所得税率是 百分之三十的话 那么 卖出的现金流量是多少呢 那么首先 你的卖出价一万 就是一笔现金流量 账面价值是多少呀 原值四万减去 已提的折旧二八八零零 账面价值呢 是一一二零零 但是你卖一万 这不就相当于 这个卖亏了吗 损失抵税作为流入 所以损失 乘以税率 抵税呢 流入三百六十 因此卖出设备 对现金流的影响 就一万加上三百六 等于一零三六零 好 然后再给同学们练到题目 这是一个资产 头尾都需要做 这个技术的处理 某项目呢 使用了一台两年前买的 一千万的设备 两年前买的 税法规定 使用年限是五年 残值率是百分之五 按直线法 集体折旧 这是两年前买的 那当前该设备的 变现价值是五百万 假设呢 这个项目就要用这个设备 也就不变现了 项目的运营期是四年 那这个税法规定是五年 已经折了两年了 那还有三年的折旧期 但是把这个设备 用到该项目的话呢 项目的经营期是四年 就意味着折旧折三年 最后一年就不用折旧了 账上只留了个残值嘛 然后等到四年项目终结的时候 把这个设备在变现 变价净收入是250万元 如果所得税率是25% 那问你当前处置设备的现金流 税后现金流 和四年以后 再处置设备的税后现金流 分别是多少呢 好我们来算算啊 每年提的折旧是多少呀 原值乘以 一减去残值率 除以五 每年折旧19 当前的账面价值是 原值减去两年的累计折旧 是620万 当前的变现价值是500 所以当前 如果你处置这个设备的话 500线装口袋里 这是变价收入 那么你账面价值620 和变价净收入相比 这是处置损失 损失抵税是流入 所以500加上啊 抵税额 结果530 四年以后啊 就项目呢 运行四年前三年 按照税法还提折旧 第四年的账上就只留个残值了 所以账面价值呢 残值50万 但四年以后呢 能卖250 250是流入 250比50大呀 要交税 交税会抵减流入的 250减50乘以税率啊 这是交税的流出 抵减这个变价净收入流入的 250 四年以后 税后处置现金流是200万 所以这个项目啊 就是相当于 在零时点用了旧设备 就是为本来要处置 没处置成 所以呢 处置的现金流 得不到了 就作为该项目的 原始投资的流出的内容了 但是四年以后 真的处置的时候 这个200是真正的流入啊 所以在规划 现金流的时候 这个项目四年期啊 零时点可能有一个 530的流出 然后等到呢 这是零时点啊 在第四年的时间点呢 有一个200的流入 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建设期的 现金流量呢 就给大家捋完了啊 建设期主要是流出量 有购置固定资产 还有电质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电质营运资本 还有可能的机会成本 我们总结一下 在建设期的 净现金流量 NCF 就是建设期的原始投资 就是建设期的原始投资 但是原始投资为正 作为现金流量呢 它要加个负号 具体内容包括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开办费 电质的营运资本 以及可能的机会成本 现在呢 我给你口头出道题 请你回答我啊 我一个项目的建设期 我有两年的时间 表现为0 1 2 3个时间点 我在零年的时候呢 买固定资产 我花了100万 我在第一年末的时候 买专利技术 花了50万 我在第二年末的时候 电质营运资本 20万 请你告诉我 建设期的现金流量 是多少 有同学 不加思索 告诉我 170 我说错了 现金流量 有方向的 于是同学告诉我 负170 我说错了 因为现金流 是有时间的 所以 我刚才出的题 应该是这样的 NCF0 等于负100 零时点买固定资产 流出100万 NCF1 等于负50 第一年末 电质了 无形资产 NCF2 等于负20 二年末 电质的 营运资本 你这才写对了 因为建设期 有三个时间点 每个点的现金流量 你都要给我写清楚 现金流 不同时间点 不可以加在一起 好 这是口头作业 你做对了吗 下面我们做课堂练习38 某项目投资期两年 就是我刚才说的 012 这是我给终极清二 出的一道题 就是我刚才 其实口头表达的 投资期点 买固定资产100万 第一年末 安装费50万 投资期末 电质营运资本20万 下列说法 错误的是 那只有A是对的 因为原始投资 确实是170 原始投资 不是现金流量 原始投资 是可以加的 我一年 二年 三年 我这个项目 一共初始投资 就是170万 但是这个原始投资 要作为现金流量 来呈现的话 那是我刚才写的 NCF1 NCF2 和NCF3 所以现金流 和原始投资 你要把它搞清楚 我们现金流 是负的原始投资 但是原始投资 是分时间点的 分012的 那你要分时间 来规划现金流 所以A是对的 原始投资 确实是170 但现金流 你可不能写170 那现金流 你也不能写负170 因为150和20 是不同时间点 发生的 原始投资 是一个证数 它不是负的 你说你这个 你今年投资了股票 多少钱 50万 你不会说 我投了股票 付50万 对吧 加正负是现金流 所以这道题 其实就是我刚才 口头作业的一个 在延伸 那这道题错误的是 BCD 我添加了股票 我添加了股票 我添加了股票